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八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操作数据的Web应用 是这样 我应该是在第三期给您讲解了 咱们如何搭建一个网站 搭建一个主机 对吧 那么今天咱们在那个项目的基础上 咱们在做一些个数据库的增删查改的动作 都该怎么做 这个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 那咱们往下看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一 建立一个Web应用 然后可以让咱们操作后端的Firesource数据库 同时咱们在Firebase的主机上托管这个应用 对吧 也就是说 今天我要给你完成是 咱们搭建一个项目 然后编写一些代码 可以操作远端的数据库 同时本地调试成功 没有问题的话 再把这个应用的部署到Firebase主机托管服务 让您通过Internet也能够访问到它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目的 好 那咱们闲言少叙 马上开始 今天咱们会用到Firebase两个服务 大家请看 一个是Firestore 给您访问一下它官网 一个是Firestore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NoSQL 但是这个NoSQL数据库 您如果用时间长的话 也会发现有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全文检索 它的功能就不是很强大 需要增加第三方的块 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您介绍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它的主机服务 今天咱们主要用到这两个 对不对 这两个服务初始化用的时候 都是免费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最近我也是一边在给您做 准备这个Firebase课程 一边我是在准备下面的 这个AWS的课程 AWS说起实在话 干什么都收费 干什么都要钱 我搭建一个小的API网关 都要钱 没把我给气死 这个到时候咱们再说 到时候我再给您讲这个AWS 但为什么不要准备AWS呢 毕竟AWS的市场份额 现在看起来是最大 好 咱们现在少讯马上开始 如果您没有看过 我第三期的朋友的话 大家请看 请按照我这个步骤干什么 初始化您的本地安装一个项目 好不好 如果您安装成功的话 那么会在您的项目录里面 有这么一个public的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咱们脱管网站的 网站的根目录 好不好 我其实已经建完了 给您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咱们当初第三期建的 这个网站目录 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吧 有一个public文件夹 这个是今天有咱们 不属实的网站的根目录 同时呢 有这个包括这个 Firebase的一些项目描述文件 应该有这么三个内容 今天咱们干什么 今天咱们呢 要修改一下 public下面的index 然后呢 加上点咱们自己的逻辑 加上什么逻辑呢 大家看我这有一个附件 您就看我这个 这个index文件就够了 一会咱们把这个文件呢 全旁拷贝过去 好不好 咱们一起来 一起呢 先看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不好 其实为了让您觉得简单呢 我把所有的逻辑 放在了一个网页当中 按理说呀 您要做大项目的时候 这些逻辑都该拆分成各个小文件 甚至说呢 用些这个VoE的框架呀 用些这个react框架呢 进行规划 对吧 今天我 今天我为了给您演示 咱们就在一个单纯的 纯HTML里面 纯JavaScript的前提下呢 给您讲解 其实应该说框架 加一个框架 好像说这个 对于这个文档的管理 数据管理 JS管理 对象管理 更好一些 今天呢 咱们为了简化 我都放在一个文件当中 好不好 跟您说一下 OK 咱们先少续 马上开始啊 这是一个HTML文档 没说的 这个地方呢 为了让您看见 画面相对比较美观 我呢 引进了这个Budelschub 现在用的还是5.0的α1呢 好 接下来大行 在这里面我有三个按钮 分别是添加数据 添加数据什么意思 就是说往服务器端 往Firebase的服务器端 添加一条数据 好不好 它调用的是一个 Add date这个函数 然后呢 清除画面 画面呢 可能会显示一些 咱们添加过的数据 对吧 按下这个按钮 按下这个执行力函数呢 就会把画面内容清空 好不好 同时手动加载数据 是这样 咱们添加数据 添加完之后呢 我采用的是 数据库的真听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 当咱们添加掉数据之后 马上页面上就会显示 能看到 这个是Firebase强大的地方 但是呢 有朋友说 我们公司设计不这么设计 我们希望添加数据呢 就添加完了 然后呢 当用户点击 检索 才让用户看到数据 这个就是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手动添加数据的过程 叫做load date 一会咱们都会看到啊 好 咱们往下走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 我呢 把添加的数据呢 放在一个这个URL里面 好不好 您在这个实际功课中 可以放到表格里面 等等都可以啊 好 接下来咱们大家往下看 这是标准的 Firebase的几个文件 一个是处置化的文件 对吧 这是处置化的具体的代码 这个是核心的库 中间呢 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咱们需要引用 哪些个服务 比如说 我今天仅仅是用掉了Firestyle 可能您可能还会用到这个 用户认证 对吧 可能还会用到这个 这个analyx 对吧 您在这呢 您用哪个服务呢 您在这个地方就增加哪个服务 好不好 OK 今天咱们仅仅演示一下 Firestore数据库的操作啊 好 那咱们再往下走 大家请看 这个就进入咱们的代码去 第一个是数据库锁引 这个没关系 一会儿再说 这个别一会儿再说 现在就说吧 这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我要往数据库中添加数据 所以说呢 我每天加数据之后 这个锁引加一 为了让您看起来 每个数据不一样 对吧 大家请看 就这位置吗 好 咱们再看看啊 首先 咱们呢 需要干什么 需要实力化一个数据库的对象 DB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大家请看 从这行代码到51行 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真听数据库里面的表 或者说集合 叫做土肚子 说他会真听这个集合 我这做了排序啊 他说真听到 如果这个集合发生变化的话 他会及时的更新咱们的画面 大家请看 这个代码 37行到51行 对吧 这个代码就干这么一个工作 他真听数据库的这个表的内容 如果这个表发生变化的话 他会及时更新画面 一会儿您会看到 当我点击数 这个添加数据的时候 画面会动态的 把我添加过的数据显示在画面上 怎么做到的 就是这个37行到50行代码做到的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实用的一行的机行代码 好 接下来再往下走啊 接下来其实就简单了 大家请看 增加数据 当按钮点下之后就执行它 怎么增加 大家请看 db.collection to do 然后增加一个数据 没问题吧 然后后面再做一些判断 这下面的代码写不写都无所谓啊 为什么 你想 我这个地方成功了 打一条信息 失败了 打一条信息 几乎咱们就不用 教学是不用 但是为了让您 今后可以用的代码 放到实际工作中 所以说呢 把标准写法呢 我在这地方都给您写出来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对不对 OK 追加数据成功了 其实追加数据 大家请看 其实追加数据就这么 五行代码 就能够追加一条数据 好不好 然后我在这个数据库的内容里面 也引用了一个这个数据锁 看起来每条数据增加内容不一样 是吧 好 再往下 读取数据 用户数据已经都追加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然后呢 点击这个按钮 会把用数据库的数据拿出来 显示在画面上 大家请看 这个逻辑 装载数据的这几行代码 和咱们上面 真听数据库的代码呢 几乎就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一个呢 是动态真听 on snapshot 这个是动态真听 一个呢 没有 一个就是直接的get 大家请看 直接的get 去读取它 这是他们一个小小的区别 ok 里面的这个 其实里面的处始化 循环的代码的内容呢 都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应该说 可以规划一下 今天我会给您演示 就没有做代码整理规划 面向对象 然后存护代码抽出 变成函数 没有做这些工作 您在实际工作中 是应该做这些工作的 好 装载完数据之后 大家请 下次就简单了 清平吧 对吧 为什么在做这个清平的函数 是因为 咱们添加完数据呢 因为咱们做的是默认的真听 所以说呢 会动态的把咱们添加的数据 显示在画面上 那么当我点击这个清除的时候 画面内容呢 都消失 消失之后 我再点击装载数据 那么您会看到一个手动装载的过程 对不对 这是今天要给您演示的代码的例子 咱们先少续 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在外部文件加下 咱们先拿弄一个public public的一个index.html 对吧 没有文件 咱们呢 把我的这个样例文件拷贝过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存盘退出 好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回到咱们的课件 回到咱们课件 干什么 往下看啊 本地 本地调试吗 咱想啊 您呢 有了一个这个程序 开发完了 对吧 您不能开发完了 马上就部署 这不行 对吧 应该先要做本地的调试 这是跑不了的吗 对吧 好 本地调试这张代码就可以调试 Go 正在运行 它在本地启动一个firebase环境模拟器 目前呢 咱们用到的仅仅是主机服务 我拷贝一下 Go 然后咱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执行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咱们画面已经启动了 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增加数据 一个是清除 清除画面 对吧 一个是手动加载数据 咱们先不执行 咱们先来到后台 看一下我的这个firestore这个数据库 大家请看 我这里面现在只有两个集合 还没有今天咱们要做这个土肚子 对吧 咱们今天要做不是土肚子这个集合吗 给您看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 咱们用的是一个新集合 那没有怎么办 没有它要给咱添加 这就是弄SQL的好处 文档了 对吧 没有就加文档吧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咱们就试一试啊 怎么试 我呢 在画面上点击追加数据 大家注意看 因为咱们做的是数据库真听的方式 那么当我点击追加之后 画面上会动态的显示出来 咱们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够 加一条 够 大青 出来了吧 然后咱们没完 咱们回到数据库端 让我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 大青会多了一个土土集合 对吧 咱们这条数据已经追加出来了 因为是第一条了 请看 因为我这有一个这个 data index 所以说一上来显示是第一条 对吧 出来了 没问题吧 然后动态的加载到了画面上 太棒了吧 咱们再来一条 走 大家请看 又动态的加载了一遍 再看看咱们数据库端 确实 又多一条数据 漂亮 哎呀 真的是太方便了 对不对 那咱们高兴 再来一条 够 3就出来了 对吧 再看看 数据库中 数据库中也多了3的数据 完全都没有问题 有朋友说 怎么实现的 刚才都跟您说过了 咱们如何真听数据库的内容 如何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就是这几行代码进行实现 37行到51行 就是这些代码实现的 动态的真听数据库的内容 然后动态的显示在画面上 好不好 这个代码非常的实用 不管您是在外部工程 还是iOS 还是安卓 他们的实现的思想都是一样 会加一个真听器 动态的真听数据库的服务 这样呢 让咱们的程序怎么说呢 编起来更加的简单 比如说 您要做一个聊天式的程序 您需要动态从数据库中读取文件 读取这个用户发言的内容 用这个机制就可以完成 真的是太棒了 好 咱们吹完之后 咱们代码其实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给您演示完 其实代码已经完成 怎么 还要给您演示什么 是这样 我不说了吗 咱们还要再做一个手动加载的动作 那么怎么回事 大家请看 我如果不想做数据库真听 我们公司可能的需求就是说 加一条商品 那就加成功了 然后用户需要点击检索 才能出这个商品 那我就不想叫真听怎么办 把这清除掉 对吧 咱们点击手动加载 一样的嘛 对吧 清掉 对吧 手动加载 手动加载 跟这个真听加载 其实的处理逻辑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说 您在实际工作中 这个手动加载啊 是要给用户一些个检索条件的 对吧 比如说 您要哪个分类的商品 对吧 然后您这个分 大分类 中分类 小分类 当用户选择完之后 再点击检索 这个就手动加载 对吧 OK 这就是今天大概 我要给您分享的例子了 您不觉得这个方式 真的是编写代码 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 咱们想想 咱们这个机制 真的是让咱们对服务器端零维护 完全集中在客户端逻辑的开发 这套思想呢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Firebase 它给它们提供服务呢 也是非常的简洁明了 而且呢 速度也很快 Amazon呢 为了竞争和这个Firebase竞争 也推出了它的一套框架 叫做Amplify 那个呢 我有机会呢 再给您介绍 它简直和Firebase 就是一对一的竞争关系 它有什么 Firebase有什么服务 Amazon就提供什么服务 一对一的 之后呢 我会给您介绍那个框架 也是很有趣哦 好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呢 咱们快速的实现了一个 通过Web的方式 操作数据库的样例 希望呢 您能够学会哦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参照一下吧 好 还没完 还没完 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还没结束 是因为这样 咱们本地部署完了 还没有放到网站上去 所以说还不能结束哦 不好意思啊 咱们没有放到网站上去 停掉 清评 还要把它放到网站上去哦 放到网站上去 您会看到 同一档代码 本地执行成功 放到网站上去 同样可以执行 完全没问题 而且我放到网站上去之后 您也能够访问到我这个应用 怎么访问 大家请看 就这个网址 好 Ctrl C 口碑 还没有结束哦 大家再忍一忍啊 还没有结束 好 够 这Firebase官网 大家请看 我刚才部署的内容 已经反映到了 直接的这个Firebase的主机上去 而且呢 我在我本地调试价内容 您现在呢 也能看到 如果能访问我这个网址的朋友 您可以点击添加数据 您呢 也追加几个数据看看 行不行 好不好 是不是我说的意思啊 清除手动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非常的漂亮 OK 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啊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呢 下载参照一下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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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